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之前看我们中烧送口秀应该是认识的 对吧 对 这就是杨昊本尊了 赫尔 而我们现在在纠结叫赫尔还是赫尔中 赫尔在东北就是好赫尔是好吃的的意思 好赫 对 那坏赫尔是 没这说法 肖逸 肖总是穷尤网的创始人 但是据说还有另外一个官程 方美免 谁都能泡 不 你得有钱才能泡 你手下都能买得起 对 穷尤网不应该穷人也可以吗 已经泡过了 泡的已经不能再泡了 泡八了 对 为什么开始选这个 那个时候创立全网的时候 那个时候想找一个跟国外留学生比较接地气的 就是大家能够比较轻松一些的这个称谓 所以就叫方便面 所以我开了一个咖啡馆 就叫面咖啡 面咖啡 哦 面咖啡 还是往这个系统上靠 就是咖啡里边可能有泡花了的方面 其实跟这有点像 就在我们公司前台 也就这么一桌是吧 果然是重游网 这一边给员工发薪水 一边还得通过咖啡馆来压榨回 这个叫什么 就是工资的一个壁环 平时看球吗 最近稍微少了一点 之前因为在欧洲的时候 那就是 就是买欧洲去看一些舞蹈联赛 是买欧洲去 对 不是狂热球面吗 对啊 因为我当时在德国那个 申根签证 反正就是 就随便跑嘛 然后就到处去看球 那个时候主要 就是慢慢就会 呃对这个欧洲的很多联赛的那些 稍微低级别的一些比赛 就慢慢会比较感兴趣 因为那个是才是真正你到了旅行 陆里地才能看得到的 对吧 因为我们国内你是永远看不到 叫德饼跟德乙的复加赛的直播的对吧 对 复加赛是什么 复加赛就是 就联赛完了之后的 决定升降级的那个叫复加赛 哦 对真的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 如果这场比赛的结果 这种比赛我觉得可能也是 我也把它当成一种一种另类的旅行的体验 包括我们其实我们在全欧上面 我们也推荐大家就是或者是提倡大家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地去看一些比较小动的啊 对对对对对 一些深更深入的一些地方 这个可能不太一样 每个人可能游的时候侧头也不一样 会想说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肯定先要看这些大众都知道的地方 那可能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我就会跳小动的 大家没见过都去了对吧 我不能刚去我就跳一没见过的地方 我一说我去了那儿了 我来说你去的是个假德国吧 你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旅行 女生都在 是吗 比如像我的 哪怕那个就是有些去的地方 哪怕是没去过的地方 我也不怎么去 杂对去那个人多的热门的人 不过你想你说你如果比如到第一次到北京来 你说我要去拍一张我跟天安门的合照 或者我跟长城的合照 这不然是可以证明你来过北京 但是如果你跑到这个瓷器口喝碗豆汁 豆汁对 这个反而更有话题 就看你怎么看嘛 看你需要什么 对 看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的是我证明我来过 我得先证明我来过 再证明我了解 到北京他可以去一些 比较地下小动的一些Live House 因为我一直男方人 所以当时10年前我回北京 这些其实恰来是我觉得 北京的一个吸引我的地方 德国那会儿看低级别联赛 就是得乙和得饼的副驾赛 对 男俩多少还记得吗 186年就是那个慕尼汉186年 那个反正大家都知道原来打迪雷 那个少嘉伊布最早还在那 哈瑟什么的 然后打那个它是乙级的最后第三名 到了第三名 然后打那个 其实德国不叫丙级它叫地区 地区联赛 多地区联赛 对南部地区的那个第三名叫 我还记得叫雷根斯堡 雷根斯堡 正好也是去那边开会还是怎么知道的 对 当时就在网上查 有这场比赛 然后开着车就去了 反正那场比赛是 等于也是打了两场 第一场因为是在雷根斯堡 所以他也是比较火爆的 第二场是在安连球场 一般的我就用渡场的安连 对安连球场 但那个之后他收了之后 好像白人就收回来了 就是得不让他用那个 你也没钱了 就是说因为之前那个安连球场不是一会是红的 一会是白的吗 一会都是一会用的 白人如果是打比赛的是红白 然后那个是那个就是蓝白 对因为1860其实他那个蓝白就是德国巴巴利亚的一个一个旗帜 就比较你看好多啤酒品牌 它这个啊蓝白 都是有那个蓝白 您说啤酒我知道 对对对 又说到了擅长领域 对对对 而且那个比赛我记得 呃那真的得当那个城市的安保 就是警察都骑着高速大马 等等 那球迷真的是也疯了 俄国这种弟弟变来的 他的门票 门票是 都是爆满 人家毕竟他虽然是秉级定地 但是他也有100年的历史 好几次就是我去了之后根本没有票 啊 对然后就得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然后去 要没有了就死给他人家找他们要的 就是我大老远从这么来的这个 所以说这个 你看球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你还这票肯定卖不出去了 你对吧 对这个 就是收票的窗口管他们要啊 对啊 管他们要 人家会给他 我压过两次都压到了 哦还可以这样的 对 对我在汉堡压过一次 在那个厄格森组厂压过一次 也是大老远 黄皮肤黑头发 对 马上给你主队加油去 是啊 你没去看拜仁来看我们 对结果肖东一姐给扣的压压 还真是 我那天去那个去就勒布库森那个 主场那些比赛 我真的就是因为他打汉堡队 啊 因为我原来在汉堡呆了几年 啊 而比较喜欢汉堡队 去年加油宝剧那场球我也去看了 我当时还那个那个事也是挺奇葩的 我提前在网上买的那个网我就不说是哪个了 他提前网上买那个就是相当于是那种二手票 啊 而且花了几百美金 几百欧元 然后竟然是一张假票 对 然后排队就是在那排队然后排到我 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然后所有球迷那个票过去那个杂鸡都是绿的 然后我那个红的 好丢人啊 然后那个 看你也是在我别人眼光了 这个会肯定会在意的 对啊 然后那个后面反正那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他里面那个按那个检票的那个人 他挺相信我的你知道吧 可能是哪没扫队啊 对他说他以为是说这个是不是机器坏了 然后他说那你从后面从那边走 然后单独给我开了一个门 然后让我进去了 然后我进去之后我也以为是他的问题 因为我想不可能是假的嘛 他们这么贵 然后跑到我那个座位上去 我发现座位上坐一人 我说哥哥你这个票是不是 做错位子了 然后他把他票 他说没有啊 他把他票拿出来了 然后他 我发现我们两个票完全一模一样 哪个区哪一排哪一座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我就不说话了 我就自己找点的 那他那票是假的呢 对啊 我那个杂技也没过 那哥们进去的时候也没那么进去 对啊 没过啊 这个我觉得不太 可能那个座位面的是聊票 对啊 一趟 双人座吧 等于后来我就 而且没有座嘛 没有 到处就是找一点赞赞的看 我是特别喜欢看球门后面的那个赞票 是 然后有时候还能跟索敏亚聊个天什么 可还可以跟索敏亚聊天 对 你还别说那个 还跟卡恩聊过一次 而且那场比赛就是打中国队 卡恩非常闲 就是稍微 你就会跟小董聊天 没事 什么时候跟中国队 就是中网户带队去 德国世界杯之前 在德国陪德国队练了一场 德国队全场也就点球 一个点球 一个一个点球 然后球迷就是在那虚嘛 然后卡恩就回过头来 就这样 但是因为离得近嘛 因为欧洲球场他都是 没有跑道的 所以尤其是那个球门后面 他那个视角的视野是非常独特 而且非常都是死忠球迷 也有要不着票的时候吧 要不着票那我也有我的办法 对 翻墙 翻墙 我就写一个 我需要一张票 然后就站在门口 然后好多人来找我 说你有几张票 他因为我是卖票的 变贩 逢牛 票贩 对他说我们两个人 你给我两张 然后我说我也要票 然后正好碰到两个 就曼瑟斯特过来去德国 旅游的 一辆球迷 挂着张机 然后他看到我那个 他说哥们你等一会儿 然后跑垃圾桶去把 把它扔掉的那个票捡出来 因为他那个当时带了一个 一个相机其实也不大 就是一个 然后他说那个安保就是死活不让他进 这是偶然的一个现象 不是说谁都能遇到的 所以得得留照 留照存个念想 哎呦 我以为是你照片 你是你是偷翻我朋友 我是一个摸术师 这是什么呀 摸术师 这就是那个 这就是那麦泽斯的小哥吗 就这票的那个是吧 对对 就是这张 还那个票也是自己打印出来的 我当我在盛宝利的那个组场 还看过一场跟白人队的比赛 好像盛宝利是唯一的一次就赢了白人 2比1赢了 等于那帮那个安保人员也嗨了 然后说你们那没票啊 一起进来吧 就那种 盛宝利那帮球迷真是黑白两色 就弄得特别硬核摇滚的那种 对对对 盛宝利每一场那个开场都是那个 就是ACTC 那支乐队的那个叫地狱之灵 就是你到了一个地狱组场 对对 那个音乐其实还是蛮震撼的 那个球场是可以不买票 就是有一个树你可以爬在树上看 对 这叫挂票是吧 对 不愧是球游了老大 什么招都有 对啊 我这种奇葩事多了 包括 您是不是就因为这种国外就是 穷了看球的机会多了 然后回国外以后又闯了 你看我今年三月份去柏林看球的时候 也是找别人要了票 然后那个 然后在里面还在赚钱呢 就是别人的一个啤酒杯 一楼一个 然后丢着到都市 捡了四五个吧 然后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带回来做纪念 然后剩下去就退了 退瓶吧 退瓶吧 对啊 对啊 就是 那个杯子做得蛮好看的 对一楼那个球员的那个 那个照片啊什么的 对 我上欧洲这种看球 因为有时候在出国集训什么 在欧洲看球的时候满口满鼓 我就什么就像小董说的 你必须拿着票对号入座 对 我有好几次就被人请出来了 然后我一般也 你先给我看一下你的票 是不是这个 对 挣扎一下 对 主要看哥们是不是你买的假票 对 对 一说球票我这 你这要有严实席 对 这是上街世界杯决赛时候的 决赛时候 但是是记者席的观察 就是观察席的票 那会就是 因为最后是德国打阿根廷了 然后在里约热那个屋 这个整个的里约的沙滩上 就被阿根廷人占据了 就那天前后 里约因为房价就已经封了 里约热内炉那个寒线 不是特别长吗 沙滩特别长 全是在沙滩上睡觉的阿根廷人 到最后我说第二天 巴西警方封了 沙滩上全是遗留物 遗留物 有这个遗留的垃圾呢 也有一些人体遗留的 我之前还02 03年的时候 当过一小段的野鸡记者 什么方面呢 竹球 竹球 杨晨 谢辉 邵佳 邵嘉一 张乔瑞你知道吗 张乔瑞 知道 那几个在我时候的那个 我当时就帮国内的什么 替他人啊 写一些那种偏八卦的这种 但那个时候 因为中国球员在那个赛场 还不是最足够嘛 所以有时候要想去报道他们 或者是写他们的东西 还需要费点脑筋 比如说当地的那个体育记者 摄影记者 然后我就让他们帮我留意中国球员 您是在当记者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种资源方了吗 对啊 就跟他们就是混熟了嘛 卡兰科夫或者是那个 孙毛利 那个时候有中国球员 那要打一场 或者压衬打那个什么 那就有中国球员 那正常他拍的时候 他是不会拍中国球员的 对 他肯定是拍那个 他那个最大拍的嘛 但我赛前就跟他们说好嘛 我说你拍20张到时候 我来挑个五到十张每张 给你一个20欧或者是 对 然后再转手卖到贵 哈哈哈哈 对他来说就是 肖总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他就是 不管什么时候都在想 就是怎么赚钱跟这个生意 那个时候什么东西卖 那个时候球呀 就是球留学生嘛 所以这个 所以也是被逼的嘛 肖总以后您喝完这杯子留下 我们转手卖了 这是成功认识杯子 哈哈哈 现场拍卖 我总觉得要 碎片时间 我总觉得要 我总觉得要 要气靠 要气靠 特别介绍这个声音 我必须在设计队之后 找出来到底是谁配的这事儿 我以为谁翻队 黑儿 您去叫我吧 请翻开你的杯垫 咱们这儿今天是没有什么翻队 没有啊 这是有问题的 要问萧总 第一个问题说 您不在旅行状态的时候 您宅吗 可是她不擅心一个宅的人 您是什么性格的 双子重 经常出差 老婆会不会埋怨你 老给你打电话 习惯了 我老婆比我出差还亲 对 你会老给她打电话吗 不怎么办 就是正问正答 不是那种 哈哈哈哈 果然是老婆 忠实的观众 中文医生的反达她事情 请收看中超图火 对对对对 OK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您出门旅行时吃过最难吃的食物是什么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 北非吧 北非那边就是一种泡在油里面的一种 然后用树叶子裹的一种东西 也是一种什么肉 反正肉和那个米 就是肉米然后拿叶子卷上泡在油里 是这么个东西 对 我觉得最难吃的是就是这次 下一题 他没关系 没关系 在那个IBC里 就是那个国际国际公司中心里的那个食堂 吃的寿司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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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有没有被欺负过或被坑过的经历 太多了 太多了 我觉得我心态还可以 我也觉得说旅行嘛 就是不可能一帆风水 对 你很多东西吧 被骗了也好 哪怕这个丢了钱了 或者是被坑了 对 被坑了 这也是生活和旅行的一部分 对 你更喜欢现在工作的状态 还是更怀念穷学生时期旅行的状态 我觉得任何过往的东西 其实都是人生当中值得去怀念的东西 都是说他再也回不来了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 对吧 很大 但是有的时候我跟我们同事就会说 我真的有时候会怀念我们只有几个人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是你想回你也回不去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把所有人全拆了 说我们再回到那四个人 对吧 但是这个正在发生的事 它其实也就这一次嘛 就是说你很多时候享受当下 对吧 现在就是未来的过去吗 对啊 这就是有点偏哲学了 如果说就是穷游跟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你选 必须选一个 我肯定是会偏向原来的那种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比较自由放飞的那种状态 自由放飞 对 自由放飞的那种状态 就是说 但现在因为你有一些责任的义务 就是你还是会被一些东西去 舒服 舒服 对 而且这些东西是 也不是说你想抛掉就抛掉 说白了 有了穷游那段的经历 才能走成现在这样 但是呢 现在要想再回到以前就很难了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是一个状态吧 那个时候的逛 状态就要小总做得更自在 对 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在最近有时候去国外开会 比如会场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但我一般都会在 比如说最后一天开完会了 搬到一个轻驴 或者是那种那种hustle多人间 就是那种 就是第一个也是对当年的那种 backpacker那种背包 背包的那种状态的一种 一种怀念吧 或者是一种 那同时自己 其实以现在这个年纪 其实也 蛮享受那种这种氛围 就是可能也是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所以才会去比如说看一些那种 滴滴滴联赛啊 就是 对 就像我又去美国 有时候去看那个学校之间的那个 尤其是比如说高三的 或者是那种大学的那个最后一年 对 对 而且真的就是所有的校友都会回来看 对 那种 就是校友也把这个当成一个聚会 一种怀念 一种怀念 对对对 要不是说你说世界杯四年一回 就是如果说的是年年有的话 可能也不会像他 对对对对 现在这儿 就是14年的时候 当时拨黑打根挺 那会儿我没概念 就是没查到那资料 说到底这种比赛对于拨黑 到底有多重要 嗯 我就不理解那些拨黑的这个记者 怎么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 每个人的状态都是那么低沉 那么低沉 那么凝重 后来反映过来是 那是哪一年 86年还是90年世界杯 前南斯拉夫 最后一场在世界变成比赛就是打根挺 然后 就打完之后 南斯拉夫就接体接体接体 嗯对 欧洲我也没去嘛 对 然后就 变成拨黑 现在这帮人回来 面对阿根挺 那场就是现在福利的那个主标链 斯多伊科维奇 斯多伊科维奇在的时候 对对 最后踢到点球 点球 对拉脚 可以切啊 对 哇您真的比我懂球吗 哈哈哈 毕竟是当年靠卖图片赚过钱的人 哈哈哈 哎呀是 我当年还写了几年那个 德义什么这种法饼那种这种 求金呢就是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有好多我们来独裁的 啊 然后那个 反正你在那边你就 就写呗 就写马真实 就是 对 动不动还是会想起当年的 当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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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对 对 对那个时候 包括中国的那些球员 他看到有中国的记者来一趟也 他也新鲜 对对对对 他也新鲜 我记得少嘉一在那个科特布斯 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后期了 对对 他后来他看到我这恨不得的时候 就是把球衣都给我了 我觉得他恨得亲近一样 好久没看到陌生的中国人了 哈哈哈 但是今年不去现场再看看 今天挑些冷门的比赛 今天有很多发大麻 今天估计在家看球 看电视了 您去俄罗斯吗 俄罗斯还真没去过 陌生的大陆 其实还挺不错的 我们公司的前台有一辆绿皮火车 那个火车就是北京开到莫斯科的那个火车 对我们原样复刻了一个一节车厢 那车得开多少时间 一周吧 现在还有那绿皮啊 现在还有 有的 一周他是不是不是一直走啊 是走一点停一段还是 不停 他这个沿路的风景 你就住在车上 对 一周 也就是给你抽人烟的时间 我真的 我好多朋友都推荐说 如果你真的要去俄罗斯去那边的话 真的是要做这个 对啊 对啊 喝多少啤酒啊 天天喝 上火车 开窗往里吐 但我挺喜欢那种坐火车这种出院 对这个状态特别好 现在太快了 太快了 对对对 太快了 真是说有一周的时间 只干坐火车这件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沿路的风景非常的美 而且我也原自驾 我就原自驾 我观察那种特别快 能控制得了 这个感觉会特别好 这其实这种方式也挺小众的 对 对吧 这种就是坐火车出国的方式也蛮小众的 其实我们 我们因为做旅行 而且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去一些小众的地方 所以其实关于俄罗斯我们倒是有不少 路线 比较推荐的路线 比如说像日本的那个北海道 在北边有一个俄罗斯的勘察家半岛 那块我们就是前几天我们也开拓了一条路线 那边就是特别的这个原生态吧 原生态就是很多的火山啊 然后那个冰山啊 北极熊啊 我们当年去的时候带一帮人去 那边人也当地人也 又啥了 又吃了 又吃了 哇终于有外人 你认识外人来了 对 欧美人都不怎么来了 你们来干嘛呀 对 然后那个我们当时就是也就没有酒店 根本没有什么酒店 没有什么LB&B 什么这些都没有 就是只能住人家里 古拉雪橇那种 然后比如说很好的那个 就是那种桑拿 然后 对比如说桑拿完了之后 冰天雪地小木屋 对小木屋里桑拿 然后直接出来就跳到那个冰 那个冰湖里面 就是说 对那种 用这样的方式来接受你的医生 对 上来了是吧 海鲜 非常好的海鲜 那些海报就是 大家就能看到 海鲜里面你到处走 还先跟海鲜 咱得不跟他说 海鲜里面到处走 海鲜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海鲜 怎么可以吃爆爆 我们那时候去俄罗斯的时候 那是哪年 挺早的 零几年的时候 真的就醉鬼 喝多了就冻死了 就路边上 我们到波兰 那时候欧洲杯的时候 一二年的时候 也是弗洛斯瓦夫 俄罗斯忘了跟哪打 是科罗地亚还是哪边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们从酒店出来 准备开车往北边去 看见一个哥们其实听说 跟着喊 九点了早上 砰就倒那了 倒那完了之后 旁边路过波兰的阿姨 我也偷好心给她扶下来 我就想这钥匙放在 真是夜里都冰天雪地 就真是没人管了 这个民族确实还是 还是挺过瘾 还是挺过瘾 但像这种小众的路线 很快就会被 被吞噬掉 对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 其实国内也是一样 本来一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非常好 但是只要有人去过 朋友就愿意分享 对 然后其实某种头上 也是在改变当地的一些东西 对 国内的旅行 国内的很多地方 也慢慢就是越来越好 就是它的设施啊 包括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真觉得小众 我觉得我愿意去 我外人多 我就愿意去一些小众的地方 下次你要想到那些人找我 行 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路上就让人 孤独的杨浩这一周 留房的生活 你可以教当地的人踢球赚钱 然后来 浩哥说 我好不容易放一架 我还在想怎么赚钱 我来赚点钱买酒 还有一种方式 我有一朋友特别到 他应该在云南那边 就是生活了很长时间 所以他就会买那种很便宜的草鞋 到一些欧洲的国家 就是他会以纪念品的形式 去送给他们 什么换住啊 或者换吃啊 或者是在街头售卖啊 这样的 然后赚点钱 然后就到下一站的这种方式 对 有很多人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有很多人就是 边打工边旅行 有的人说 我帮你把这个墙 给你画上这个装饰的网 对 然后那个 你让我在这住来玩 对 最后大家都会有一种 向往的状态 特别原始的方式 对 无非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对 就是在现在这环境里 对 你现在出现 天天身边人就是肖总 肖总肖总 对 总会有一些隔阂呀 身份上的差异呀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猜呀 非要去这个情侣再去住 也就是在那个地方是没有这个概念 对 大家是陌生人 对对对 你不用在意我是谁你是谁 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共同的体验 对对对对 再去做点什么 世界杯我在前方待了两届 对对 其实我真的是特别推荐球迷 如果有机会 就是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到现场 看上那么两三场 感受一点 真的是感受一点 因为那个状态不太一样 虽然我们一直说足球流氓啊 可能有一些危险啊等等等等 有各种各种各样方面的安全的考量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接触各种不同的人 接触各种不同的事 有很多是未知的体验 而且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个冒险的状态就是女孩儿除外 女孩儿保护自己就好 对对于男孩儿来说是一定向往的 对 这个临时起义 这期节目回头播出完了之后 到时候发在这个腾讯 然后有这种旅行体验的朋友 尤其有这种去看球旅行体验的朋友 可以把你们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 对吧 到时候咱们做个展览 就是你在各种各样的球场里 看球的时候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也能把这种看球的体验 互相做个分享 现在国内的很多球迷也越来越多的 去关注那些小球队 对 不是还众筹是这个 爱博东 那个爱博二嘛 对对吧 然后回头等您的定制路线 对吧 好 谢谢小董 碎片时间 拉开人生差距 本节目由腾讯新闻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我是方便面 那我有三个旅行的tips给大家 第一个呢就是三个字别太敢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不要太贪心 不要想在特别短的时间之内去做太多的事情 或者是走太多的路 看太多的经验 第二个我的这个tips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 如果你总是去扎堆去看那些特别人多去的地方的话 或者是那些最热门的景点 其实往往里边的物价会特别高 那去掉这些少有人去过的路呢 如果你回来发朋友圈的话会收到更多的赞 我最后一个tips呢就是people make places 在旅行过程当中一个旅行目的地 让你长久的记忆的往往不是当地最知名的景点 而是当地的人 所以呢大家多花点时间去跟当地的老百姓做一些交流 会让你的这次旅行的意义更加的提升 也会让你在很多年之后有非常深刻的旅行的回忆 品牌最终来讲其实是消费者心志中的一个游戏 以后啊每做一期中超土口秀 来的球员都得帮我录一个 孙雷是最好的解说员 得找一个卖点 致失眠看孙雷 这下就火了